接着带你来看到连水沟盖也要偷 就在玉里镇的明升街 有民众向派出所报案说 绑火巷有三面水沟盖召窃 立即前往现场勘查财政 而分局长黄敬饶并当场指示成立专案小组 并且也启动鹰眼小组 而两天之后发现嫌犯骑着一台自行车 而菜篮上面疑似失窃的水沟盖 远景不敢大意沿线查访 并调阅监视器 发现小偷穿着就跟正名骑自行车的男子一样 并当场带人 宣案一切到罪 喊请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水沟盖也要偷 就在玉里镇的明升街 有民众向派出所报案说 防火巷有三面水沟盖召窃 立即前往现场勘查财政 分局长黄敬瑶并当场指示成立专案小组 并且也启动鹰眼小组 价值约新台币9000元 经吊液监视器 追查 发现窃险骑乘自行车 且菜篮疑似装载失窃至水沟盖 两天之后发现范贤骑着一台自行车 菜篮上面疑似失窃的水沟盖 远景不敢大意沿线查访 并且吊跃监视器 发现小偷穿着就跟这名骑自行车男子一样 当场逮人 范贤主动说明水沟盖下落 并带同警方前往回收厂交付 已经变卖的水沟盖 全案一切到最寒请花莲地方检察署证办 记者高双双与李正采访报道